那其实普通药和名牌药 它们具有相同的活性 而且它们在质量、剂量、强度和用药途径都是一样的 而且普通药和名牌药的药效也是一样的 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爱丽聊天室 我是Vinny 和您聊聊银发族健康健保乐生活 爱丽聊天室聊聊银发族的健康乐生活 那大家来到美国 相信大家都会遇到一个情况 就是你去看医生 医生为你开了一个brand name drug 也就是名牌药物的处方 那么你拿着这个处方去找药剂师 药剂师告诉你 有一个generic的版本 也就是普通版本的药物可以提供选择 那么这个时候你应该选择哪一种呢 名牌药和普通药到底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两者价格差别这么大 以及它们的药效真的有区别吗 今天的视频呢 我们就来为大家梳理一下 那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帮我们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那首先大家最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普通药是不是真的和名牌药一样 有一样的药效呢 那其实普通药和名牌药它们具有相同的活性 而且它们在质量剂量强度和用药途径都是一样的 而且普通药和名牌药的药效也是一样的 那根据美国食品和药物药管局的规定 制药商必须证明这个generic也就是普通药可以替代这个brand name名牌药 并且需要提供与名牌药相同的益处 那换句话来说 许多情况下大家其实可以用generic普通药来替代名牌药 并且还能获得同样的效果 而且价格也会便宜很多哦 那么大家好奇的第二个问题 那既然药效这些都一样 为什么名牌药和普通药的价格差别这么大呢 那么有以下这些原因 首先第一呢就是名牌药物的制造商 他在正式将这些药品投入市场前必须要进行一个测试 那么也就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的临床试验 那通过这些临床试验来证明他们的药物是安全的 并且这些药物是可以正常发挥药效的 那当然大家知道做这些临床测试的费用是非常的昂贵 那么这些制造商呢就会将成本的一部分转嫁给消费者 也就是大家 那这就是为什么名牌药会比较贵的其中一个原因之一 那么这些名牌药呢通常都会有一个专利期 在这个专利期间呢是不会有普通的药物生产来替代它的 那么一旦这个专利期过了 那它其他的制造商就会开始纷纷制作普通药 也就是generic drug来替代这个名牌药 那么通常来说呢 普通药的价格比同样的名牌药的价格是低到了80% 或者是到85%那么多的 那相信大家也很关心generic 也就是普通药物它真的安全吗 那么是的 大家可以放心 因为普通药呢 它其实也是受到严格的监管 那美国食品和药物监管局会对他们进行一系列的测试 以确保他们提供和名牌药相同的好处 并且确保这些普通药中使用的成分都是安全的 那他们还将测试很多方面 比方说这些没有使用过的药物在到期之前能够持续多久 以及药物的制造商是否能持续和正确的制造这些药物 那只有当药物满足这些安全要求时 FDA才会批准生产这些药物 那么在药物被批准之后呢 FDA还会定期的检查这些制造药物的生产场 并且监测药物的任何安全问题 那如果服用普通药的人有不良的反应或者副作用 那么FDA就会进行调查了 那么相信听到这里 很多长辈朋友会疑问 既然generic drug普通药又安全 而且药效又和名牌药一样 那么为什么还有人会花大价钱去买这个名牌药呢 那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药都有generic普通药来替代的 那么有一些药品它在开发出来还没有过这个专利期 所以还没有普通药来替代它 那目前只有这个名牌药可以选择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呢 大家可以询问一下医生 他们可能会推荐一些program来帮助这个病人节省开支 或者有时比如医生有一些sample呢 也是可以提供给病患 或者就是看一下医生能不能开一些更便宜的药 来替代当前的这个名牌药品 那还有第二种原因呢 就是有些长者朋友他们使用普通的药物呢 这个药效并没有那么好 其实很少有人在用这个改善的普通药食反应不佳 但是呢还是有少数的一些案例 比方说由于这个药片的制作方式不同啊 他们的吸收也不同 那如果你怀疑改用了这个普通药后有任何的副作用 或者是觉得药效没有那么好 那么你是可以向专业医生咨询看看能不能换回这个名牌药 好了那我们来瞧黑板总结啦 其实Generic普通药和Brand Name Drug名牌药 它们具有相同的活性 而且在质量、剂量、强度和用药途径都是一样的 但是呢它们的价格却相差的很大 那么大部分的人其实都会选择Generic普通药来替代名牌药 不过也有少部分的案例 因为身体的吸收问题还是会选择名牌药 那么具体大家都需要咨询专业的医生哦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帮我们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的视频